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印度神童 又來 不斷來 為甚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壞了? 沒有壞了 因為你沒有按讚 你一按就沒事了 給個讚,支持我們下面的Patreon 這樣說 他們之前的印度神童說 地球的人就留一半 好像不是他說的 很多人的預言 我們研究到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看到報紙 沒有研究的 不關我們的事,研究的方面 我們拿一份報紙來研究 就說到小朋友 有長身觀 個個中了都呆呆呆呆呆 是呀,沒有記性 像猛仔一樣,真可憐 真可憐 猛仔 究竟怎樣? 個個變成猛仔 是嗎? 這件事 非常憂慮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們看到這篇文章裏面 感覺 其實疫情導致 人類 不要說只是香港 不是,只是說香港 全球人類 人口經常都說 哎呀,你們說到神龍、國文的什麼滅絕 其實 你現在 真的有一步一步走下去 都很遲 為何說到這件事呢 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在香港的文章裏面 有人指出 現在有一成感染了中了一招的年輕人 兒童 小朋友 就出現了所謂的長身觀的徵狀 那這些長身觀的徵狀是什麼呢 我們要跟大家看看 其實 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他是聽眾 他說自己有後遺症 是 他說腳沒有力 有一邊腳沒有力 會不會是成年人 會不會是關乎 關乎什麼 那個叫做 什麼 自己 關什麼 心理 心理狀況 會不會是關乎 不是 真的 真的有一邊腳 他長期沒有力 有些人是很心理的影響 長身觀 中了一招之後就是這樣 現在香港過百萬人中 你告訴我你有什麼後遺症 之前我們有講過 但是 都是講一些談 狗咳 雙峰咳 但是現在有些真的變成懵仔 我問窮飛龍 窮飛龍說 我不知道 我一向都有點懵 他真是懵懵的 哈哈哈哈 他真的很難說 哈哈 哈哈 是啊 他真的懵懵的 一向都真的懵懵的 那就是正常 那真的沒事 負負的正 他早了懵懵的 哈哈哈哈 之前中流感的時候懵懵了 其實老毛原來都有存在 一直存在 只不過有另外一個名詞出現了 這個世界 現在要調理老毛 怎麼可以調理了他呢 以前我們就叫懵懵了 哈哈 現在專家就指出 擔心有一成的兒童 中了長新冠 或者中了疫情之後 在下爆第六波 唉 大家都鬥爆了 這位專家是什麼 原來是馬加烈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 關逸華 不是王逸華 關逸華 就說在這個戰台節目就表示 在這一波疫情裡面 超過130名確診兒童覆診 有一成 出現這個長新冠的症狀 那我當你130名的一成 就是多少個 是不是 自己計算了 現在的兒童第一劑接種疫苗率 只有七成 不是很理想的 他說應該 是不是推高一點的症狀呢 叫年輕人快點打呢 因為擔心學校全面面授後 就有機會在學校爆出來 這個第六波 唉 在這個地球 有洞有辣 都會爆的 都明白的 但是年輕人 就是小朋友來說 又說到說 因為很多叫長新冠 影響到他們 那些長新冠是怎樣的 關逸華就表示 三十名感染了病的小朋友 症狀後 都出現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是甚麼鬼東西來的呢 我們來看看 真的不知道 超過一半的個案 更加要進入新鐵治療部 這麼嚴重? 是啊 他說大部份都沒有打針的 所以有兒科專家 就想著成立一個部門 為兒童長期覆診 檢視究竟 Omicron 會不會對嚴重影響到小朋友的記憶力和認知 更加呼籲 中了一招的小朋友的家長 發現如果你們的子女康復之後 但是出現發燒 皮膚出診 眼紅的症狀 就應該即可求疑 眼紅也要 即是如果 一天小朋友說 媽媽 我要買游戲機 為甚麼? 人家也有啊 不值得啊 那這些是不是叫眼紅? 不是 就是眼紅的意思 那些是眼紅的意思 OK 紅眼症很久沒聽過了 記不記得以前紅眼症嗎? 是 一個地方叫你不要去的嗎? 游泳 是啊 現在很少紅眼症了 真的 好像消失了一段時間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這件事又回來了 皮膚出診和發燒 即是康復之後 都還有發燒 還是怎樣呢? 不知道 但是其實 不要說只是香港 因為在台灣那邊 我們看得到 年輕人中了Omicron之後 出現腦炎 香港也有這些個案 他說 台灣也有 腦炎 這個個案 是非常令人憂慮的 但是 他說在台灣 有人特地連香港的數字 台灣的數字去計算 他說 其實原來 小朋友染了Omicron 出現腦炎 只用亞洲常見 為什麼呢? 可能就是基因問題 人類滅絕 因都生通有種 可能他們表示 因為兒童患了新冠 重症 死亡率低 但是用美國的情況 他們說用美國 再去計算台灣的數據 都可以看得到 依然有十幾個案例 再加上香港也有同樣的報告出現 他說 台灣的專家就覺得 可能是華人才會有這個問題 華人? 華人是比較風險比較大 哎呀 中這個 Omicron之後 小朋友中腦炎 非常之恐怖 其實 他說 現在我們看看香港那邊 其實 小朋友 有長新冠的徵狀 究竟有什麼長新冠的徵狀? 說到整10% 10個有一個 130名 有10% 13個 有長新冠 你想想長新冠有什麼呢? 包括 記憶力變差 失眠 難以集中 最近我失眠 很難集中 要戴頭罩 這樣 眼罩 戴個眼罩 戴著耳朵 集中力衰退 很多年輕人都不太集中 我小時候 不是啊 那叫什麼? 被我師傅吐了我多久 要你這個集中 要你這個人 他應該叫什麼? 年輕人的叫做過度活躍症 是 會有的 你叫他靜靜地站在那裡 不行的 他們都會跳脾 沒事的 李小龍也有過度活躍症 但是他覺得他是中了 那叫做過度活躍症 十個裏面有一個過度活躍症 比較浩動 可以嗎? 是啊 我不會說到這麼恐怖 我覺得要看回跟小朋友中了之前 那個對比 你說不是啊 會不會是好了呢? 其實他活躍了 載到活躍症 所以變成了 載到活躍症 哈哈哈哈 很恐怖 這件事真是慘了 他說部分小朋友會出現認知問題 和精神有問題 要看精神科 真的嗎? 是啊 記憶力變差呢? 我們都經常都有的 年紀大有 年輕人嗎? 小朋友嗎? 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考第一 我上到中學考最後 如果我當中有一個傷風感冒 然後我爸爸媽媽沒有想過這件事 可能我本身都是老母 我又沒有調理老母 所以搞到我的成績差了 不是啊 你背不了書 是啊 我年輕人一起讀書要背書 是啊 開始看鹹書 接著 爸爸媽媽說見他 哇糟了 你夠時間 很閒的 你同一天背兩本書 現在呢 背了一本 還要背了一本鹹的 那就真麻煩了 我覺得其實要看一看 你人大 或者 小朋友會長大了 經歷過不同的事情 或者是不是真的 那個記憶力轉差 其實我們都會想一件事 可能你提他 記得拿東西 可能他轉過頭又忘記拿了 那你糟了 你就擔心了 糟了 我兒子是不是開始 記憶力衰退啊 真的是長身官 真的是老母 糟了 可能會害怕 其實可能沒有 那個小朋友可能是無心創作 你知道小朋友最多這些事情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或者可能在 中力 注意力 給了電視機 可能突然播放MIRROR 或者可能播放星生不息 Chantelle 看了過去 然後你跟他說話 他不管你 你以為他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那麼 失眠 失眠 是人都有 香港人經常都失眠的 是啊 乾神不足 是啊 睡得不好 機力差 其實這幾件事是有關係的 你手機多而已 活動 經常說失眠失眠 動得少就失眠 你找那個人去起金字塔 有機會讓他睡覺 你看他睡不睡 起金字塔 放電 怎樣放電很重要 你試試拖他行山 在山上 跑跑跑跑 跑到一個下午 回來飯都不吃 就這樣 漏電 他都沒放夠電 經常叫你不要出街 不要去這裏 不要去那裏 我經常都說 這幾件事是有關係的 失眠和記憶力變差 大人來說 我自己覺得 你睡得不好 精神不夠 你每天做事你就知道了 你上不了腦 那些東西不夠勁 那你上不了腦 那些人就說 你不是老母 那當然不是老母 你是不夠睡 那只要你睡睡的 睡眠質素好一點 精神的狀態變好 其實包括集中力 記憶力變差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 他們說 長身觀有這些症狀 看到精神科 有些誇張 究竟 不是的 有些家長也疼過 覺得兒子有問題 就帶他去看精神科 其實怎樣判斷自己的兒子 要看精神科 沒有的 就問精神科醫生 他要不去看精神科 這樣嗎 找專家鑑定 我兒子很精神 經常睡不著覺 找專家鑑定 失眠 就很精神 那就去看精神科 這樣嗎 不是說 你 又說 有些小朋友的康復者 出現頭痛 氣速 咳嗽而累 而累 常常都有 每天都累 每個人都 香港人 對不對 頭痛 不夠睡就頭痛 氣速 做多些運動 練習心肺 不是的 很難說 不是我們這些 有出去操練的那些 當然 當然 再早期一些 有些說 跑開場 跑的 然後都說不行 又說 跳高不過 跳難的那些 跳高不過1cm那些 哈哈 有沒有聽過 是嗎 跳高不過1cm 什麼 1cm 好像被地心曲 黏住了 哈哈 好笑 即是 不是在我那裡發生 很難說 當然明白 你不要說 那些什麼長生觀的老母 我的狀態不好都老母 人啊 我經常都說 不要說小朋友 大人 你不夠睡 那天多夜想 天氣很曬 或者很熱 影響個人的狀態 都完全影響到你平日的發揮 日常的發揮 何況小朋友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說去研究 究竟長生觀這個徵狀 是否真還是與否 而不是說這件事情 剛才我們開頭 都研究一件事情 其實接下來全球大環境 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小朋友 我們年輕的時候 經常都到處跑 現在這個時代的小朋友 一樣東西已經影響著他 什麼啊 戴口罩 不是 電話 是啊 整天都甩電話 我們也甩電話 小朋友也甩電話 我覺得自己好像廢柴一樣 我們真的問心一句 在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電腦出現之後 遊戲機 蓬勃 很多年輕人都黏在家打機 不過那時候 也會有一些交際 我也會去你家打機 對吧 或者你去哪個同學的家打機 大家互相走來走去 甚至會打球 但是這個世代 每個人每天都對著電話 不用認人了 因為在電話上 做了所有事情 沒有了社交圈子 你不會走出去打球 有 總會有些人會打球 喜歡打球 但是正常的 我身邊 我看到有些人都是這樣 嘩 不出街 對著他 打電話 你叫他出街 那些英俊 沒有了 很累 馬上變成一條魷魚 變成攤水 屎萊毛 那個屎萊毛 對呀 那個屎萊毛 對呀 沒有活動的 那你的人怎麼會得到健康呢 OK 此其一 第二件事 真的 我就是這樣 那些小朋友現在 被戴口罩影響著 我們 不要說我們 我們父母的一代 再上一代 他們舊時 劏山走 對吧 為什麼呢 我現在擔心 接下來 全球這一代的小朋友 他們的免疫力 有些問題 害怕 會呀 我們戴口罩 先說一下 一個優點 就是隔了很多細菌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這幾年都沒有大病 小病 我相信 不算Omicron 吧 正常 這兩年多久 大家很少發燒 很少咳 很少傷風 不算Omicron 我試過一次應該中了一招 但不知道中了什麼 我和希哥突然覺得很累 不過躺在那裡睡醒一覺 就好了 那你厲害了 一向都是這樣 傷風感冒 不是吧 不是要吃藥嗎 要 我沒有的 要打針的 我一向都沒有這些 如果不是老毛 你老毛 狂 耶 然後 我就說 我們 不投人生 還是要上學 對吧 不上學 就被父母鞭打 你老毛打到你老毛 真的 不上學 扮東西 摸摸顏頭 你知道你在那裡裝神弄鬼 古靈星怪 但是現在很多小朋友 常常都嘗試你戴著口罩 他對本身自己的體抗力弱了 因為世界上 你還不是只有Omicron 那種菌 你還有其他東西 真的 你那個人太過潔癖 你真的遇到太過髒的環境的時候 你是生存不到的 所以以前坊間謠傳 什麼 增強免疫力的食鼻屎 是嗎 真的嗎 你有沒有聽過嗎 沒有 你上網看看 因為他黏了很多細菌 然後你吞下肚子增強免疫力 哇 你上網看真的有這些事 他在吃飯 他很噁心 真是頂不住 他是這樣說 我頂 有人說過 我很喜歡吃 對啊 你吃多一點 炎年益壽 對啊 你想想 這些是坊間流傳 不是說吃什麼 我們吃的上一代 就是我們爸爸媽媽 或者他們小朋友的時候 他們隨時都是通餐酒 吃很多古靈精怪的食物 可能他們都不會說 吃的那些水蟑螂和味道 我爸爸最喜歡 他一說起他就笑 哇 那時候 好吃 這些東西你不會吃 對啊 水蟑螂也是好吃的 對啊 我自己覺得 在不同的年代 都會有一些 小朋友 你們會去接觸 在這個大環境 大自然的環境 這個大自然環境 是孕育你一個 除了你的健康 其實是做了一個保護罩給你 就是你能夠接觸不同的生物 病毒 細菌 那時候 你的自然隨著你的長大 你自強壯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 嘩 通山走啊 你有益 赤腳走路也有益 那些人說 不要穿那麼多鞋 對你的腳 骨落 那些扁平竹 就是穿得不好 或者本身行路姿勢都差 其實 我為什麼引用你 說了那麼多這些事情 你想想 小朋友 在這個時代 他們打了兩年多的口罩 到你真的在一個 叫脫罩的時候 他們可能隨時 更容易病 更容易 其實是的 有些科學家都研究過 我們這些 從小到大 通山跑到處去吃奶 野人那些 我們已經接觸過很多的冠狀病毒 已經 不要說冠狀病毒 我們是有 這些是新冠的 有些真的叫冠狀病毒 那些叫 你的肚窩 大腸幹菌 年輕人也有 當然有 你沒發過燒嗎 不是 你們中了萬得拉效應 我沒有中 我記得我以前有病到 大家總會病到嘔 我試過點在牆上 我就是未來人 我看到你們這一代中了萬得拉效應 但是不用我老 有什麼辦法呢 沒有 有些人不明白 他中了招 我為下一代的人擔心 這一代的小朋友 老母 第六波 現在說到三至十一歲 打針不理想 這些全部的事情 反而我覺得 你接下來 全球都要 你怎樣去幫人 回復他應有的抵抗力 你下一波出現的問題 其實現在的小朋友很嚴重 全球 打針 全球 不明肝炎 專攻小朋友 蕃茄流感 什麼蕃茄流感 專搞小朋友 也是專搞小朋友 你為什麼會突然多了這麼多 專搞小朋友的病毒 因為那些事情 我們其實也有接觸過 但對我們沒有影響 我們 是的 我們本身有這麼常的抵抗力 經常有小朋友 正所謂什麼屎都放進口 什麼都放進口 你小時候有吃屎嗎 當然有 一定有 你一定吃屎吃大狗 沒聽過嗎 我吃芝士 原來你是這樣 你明天不用上班 有這些 你想想想一件事 人 就是靠你 從小到大 經歷過那些病 然後你媽媽說 叫你不要吃屎 現在病了 發孤燒了 好了 燒了過後 你痊癒了 沒事了 身體強壯了 下一次 你遇到相同的類似 細菌有抗體 你沒事 但是 現在的小朋友沒有 沒有經歷過 他們經歷的 只是戴著口罩 避Omicron 他們很多東西都避免了 溫室裡面 這些真的是溫室裡面的栽培出來的小朋友 他們接下來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家長 經常都說 打些菌進去 受不住 那些才受不住 那些更快支支 其實是慢慢培養回來的 所以 這裡是淒涼的 又沒有運動 又沒有社交能力 是啊 看到人的樣子很害怕 你對著他的電話就大大隻 又沒有抵抗力 又沒有社交能力 那些人怎麼活呢 所以就說抹發 他說抹發 他說抹發年代 在一百歲之後 掉到九十八十七十 佛經一早看到 是啊 你現在看到新的人類 這樣下去 不長壽 分分鐘是不長壽 是 全球 這是全球 倒退 這麼巧 現在香港人不是很長壽 有研究過 為什麼香港人長壽 除了醫療方面 那時候罵飢荒 那些人走爛下來 餓過的人 又啟動了他的長壽基因 是啊 是啊 其實我也說 其實這件事是會 為什麼我們去到我們 或者再之後那一代 八九十 千禧都敏敏敏 還可以 那種基因轉移了下來 因為我們的上幾代 都是 叫做熬苦熬慣 他們的基因 他們自己裏面的細胞 可能會適應了 慢慢有變動 那接著就越來越 避黑苦內勞 去到我們這一代 嘩 或者去到下一代 他們經歷過 一個叫做 叫做 黑苦內勞的基因 但是呢 享受一個醫療好的環境 環境非常之好 風衣足食 那人就會再拉長一點 但是呢 你去到這一刻 就有少許逆轉了 沒有去到這些情況 新冠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經常有個朋友研究這些 他說 那些南亞裔的一定強 為什麼呢 他一屋都是人 是 他回來的病毒很近 沒有鼻子 好像那些年輕人 現在經常都在藥煲 是 你覺得他一鬥生 那麼多個小孩 會不會每個人都帶去看醫生 是啊 是啊 我們經常都說過 天生天願 沒錯 扔出去兩下就沒事了 是啊 不舒服嗎 扔到海浸兩下就懂得游泳了 是啊 喂 以前是這樣的 教你游泳 扔下去就行了 原文是這樣的教 那些子女 本身都懂得游泳的 在媽媽的肚子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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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想想 我們現在實在太保護了 那些家長太保護了 對這些小孩 沒有辦法 我明白的 疫情下 感覺上現在 大家好像還很安穩 很害怕長生 Omicron 沒有好快會 那些年輕人會老毛 會不記得東西 反而我擔心的是其他事情 人類 香港也好 內地也好 哪裡都好 全世界的小孩 長期戴著口罩 是不是真的健康的事呢 這件事看來 有一個問題 要不就不要脫 嗯 有些人說 那你會脫口罩 不是24小時不脫 唉 你家裡 一定不會覺得 你家裡很骯髒 隨便家裡 有富貴的家庭 開幾部空氣清新機 經常說 外面有很多塵 那些東西 塵滿 我們這一代 真的享受 我們又練勁了 抵抗力 現在可以這麼優質的生活 算是這樣的 不過其實我們自己都會弱退 大人都會弱退 會的 湧盡廢退 太久沒有用抵抗力 趕快去吃糞 要了 想辦法吃大塊 這些都是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說要做運動 就是做運動 就是要操作 操作機能 這件事 我不知道專家怎麼想 或者他們都沒有 小事而已 可能一兩年 戴你的口罩 不會影響你很多 那你擔心 擔心第六七波更好 我是 對 你說得對 如果你說第六七波 既然無法完結 究竟要戴多少年口罩呢 那就用盡廢退 你說這麼說 幾年後 五六年後 都沒有接觸過病毒的 因為你長期戴著口罩 長期戴著口罩 到你一脫掉的口罩 到時候很多人病死 會的 會的 或者不要說病死 不要說這麼誇張 重病 會的 可能要很久才能治癒 會的 對全球的人口 真的大減 所以為什麼呢 有些什麼未來人 李氏未來人的人說 人類將會 未來日子大幅縮小 那麼別說 人民流一半 跟未來人說的一樣 是啊 現在條條引到神童 搞到大家不相信 不相信 這個值得反思的題目 是啊 專家說也好 你無論香港的專家說也好 台灣的專家也好 世界各地的專家也說到話 當然啦 他們說了最後一件事 都要看著小朋友 如果無論你種Omicron也好 種些什麼都好 如果病徵比較嚴重 例如抽筋 意識不清楚那些 非常恐怖的那些 說到沒有了意識的那些 立刻要送入醫院 那 都是 我覺得適當時間 適當時間 讓小朋友出去練一下 尤其是現在你戶外做運動 可以拉下口罩的時候 讓他們感受一下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也好 對著花花草草 慢慢養好身體 到疫情過後 真的不用戴口罩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那麼容易病 要不然 又變藥包 一般藥包 那就不要了 是啊 還有學多些醫療的知識 幫一下小朋友 是啊 好啦 今天時間到這裡 謝謝 拜拜